好 欢迎收看由亲血八月片赞助播出的百姓315 我是主持人乐言 亲血八月片专制血液粘稠 预防心梗脑梗 百姓315栏目与大象新闻联手打通 河南抗疫互助通道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 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 大象邦联系我们 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371-6560-5388 与我们联系 我们与您守望相助 一起来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主要是盘点一下 本周我们记者在抗疫互助通道上的帮忙内容 首先来关注和药有关的事 家住郑州市二继区的张先生向我们发来了求助 母亲的止痛药只能撑一天了 一旦药停 母亲可是疼痛难忍 看看我们的记者是如何帮助她的 我母亲不是被癌瘦 然后现在等于说风控在家 我爸 我妈他们在高清区那边 我在二继区 就是风控的地方不一样 然后有些他们在那两个老娘伙也不会弄 然后也特别着急天天打电话 我这边也是特别着急出不去 她那个在家现在是靶相治疗 需要一个那个靶相药和一个那个止疼药 靶相药是盐酸 安多提尼 浇糖 还有那个止疼药是牛酸 马肥管治片 它那个止疼药现在一天吃两片 如果不吃的话根本不行 今天吃完明天就没了 然后这次情况比较特殊 身份证在我这边目前没有办法去医院 这个药马上就完了 您刚刚说那个医院是哪个医院呀 郑州市中医院吧 之前一直在郑州市中医院治疗 根据刚刚张先生所说呀 她母亲的药现在只有一天的量了 非常非常的紧急啊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联系一下 她母亲之前所就诊的郑州市中医院 我们看看她现在是不是正常就诊 能否拿到药 喂 你好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接到一个求助电话 她说她这个现在需要 盐酸 安罗东尼 胶囊片 然后还有一个硫酸 马肥 管治片 需要这两款药 她之前是一直是在您医院 进行这个治疗的 想问一下咱们这边这个医院 现在还能正常就诊吗 现在急诊内外妇儿可以就诊 然后如果是开药的话 在门诊这儿可以 在院外有一个窗口可以直接开 据郑州市中医院所说 目前医院在大门口 专门设置了一个窗口 记者只需要带上 张先生母亲的身份证 就可以直接过去开药了 现在呢就来到了 张先生所在的小区 我们把这个身份证拿上 就赶快去到医院 我们去拿这个药 张先生你好 你好 这是你母亲的那个身份证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一盒药麻烦你给它带过去 好嘞 到月底好像过去 好好好行 谢谢啊 好没事没事 那我们先赶快去了 好好好 你好 我帮这个人再买一下药 这是他的身份证 这是麻醉用药 他之前是在我们医院看的吧 对之前是一直在 叫啥名字我去给他找一下 菜 他又有病例才行 肿瘤科这麻醉用药 我看一下他的名字 我去服务台的找一下那个 菜梅鹅 菜梅鹅 你需要提供病例 好我去找找 你是帮他带药的吗 对对对 帮他带药也得提供你的身份证号 一会调到病例了 你还得给医生说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可以好行 谢谢啊 经过郑州市中医院的帮助 在记者提供了本人身份证 以及张先生母亲的身份证之后 终于将这款药开到了 在我们等药方开药期间 医生也向记者解释了 此类药品的管理要求 因为这个是麻醉类用药 是就是不能随便开出来 病人需要有那个麻醉卡 然后才能开 因为这个病人在住院期间 大夫给他开过 但是他出院之后 还没有来得及办麻卡 所以说就是不符合 开这个药的规定 然后经过给医务科联系沟通之后 然后让他的主治大夫 把这个病人具体情况说明了一下 写了一个情况说明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药 给他带开出来 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再把一切相关的手续 给补完整就可以了 谢谢 真是麻烦您了 两盒 谢谢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拿到了张先生 给他母亲所求助的这款 硫酸马飞缓食片 已经两盒在我手里了 我们刚刚问了医生 说这个盐酸安罗替泥胶囊 现在是没有了 现在是断货了 那我们就在沿途的路上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药房 能给这个张先生的母亲 买到这款药 我们现在一起去吧 你好 我想问一下请 有没有这个盐酸安罗替泥胶囊呀 这个没有 走四五米 DDT专业药房的 你好 请问有没有盐酸安罗替泥胶囊 有 超啥量的 是 我给你看一下 10毫克 这家药店有这款药 我们来给这个张先生打电话 看看是不是他所要的这款药 张先生 您看是这款药不是 10毫克的 10毫克7例 对对对是这个 要一盒要两盒 这个两盒吧 要提供患者信息 还有那个相对应的医院 还有大夫 因为这就是处方药 我们需要登记 郑州市中医院 大夫是 张喜峰 张喜峰是吗 对对对 好可以 这个是患者的名字吗 对对这是患者的身份证在这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这两款药全部买到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给张先生的母亲送过去 因为他的药只有一天的量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我们现在就出发 没事应该的 应该的 就是 老婆的冲冲 没事应该的 就是路上晚了一点 我给您消个毒 您拿回去 我正好手里有酒精 经历了一路 刚刚路上出现的特殊情况 所以晚了一会儿 没事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呀 现在反正见到个墙上 墙上墾了 现在一直都是墾了 这还有一个药是一转的 要拿啥头 全体有部分 现在看成章的公共频道 所以所以的 晚上我得看 我手机一手看 我手打个电话 我手打个电话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现在这个药已经送到了 张先生父亲的手里 已经拿回家去给老伴吃去了 那有事您说话 服务送到家 我是百姓315记者韩梦可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也有类似需要我们帮助的情况 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 037165605388 虽然这中间有些波折 但是咱们的记者还是在当天 就将药品送到家了 解决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 那么说完了郑州市内的求助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场 跨越近千里的求助 远在浙江的女儿 特别担心 目前身在河南的母亲 因为母亲身患疾病 眼下药快吃没了 可是作为在外地的女儿 目前也是无能为力啊 画面中这位交集的女士 目前居住在浙江杭州 之所以求助我们 是因为她远在老家 既河南郊州的母亲 现在患有肝硬化 而目前治疗的药品已经用完 却没有途径购买到新药品 作为女儿 徐女士非常担心母亲的情况 但由于远在外地 徐女士也无法陪伴在母亲左右 因此在看到栏目 可以帮忙取药的信息之后 徐女士便第一时间拨通了电话 这个药是什么药呀 那个熊去痒 然后水飞一个什么胶囊 还有一个那个漂亮片 你们那能接受快递不能 能到五只就可以 只要能到我们现场就可以 了解到徐女士的诉求 记者前往了徐女士之前 经常购买药品的药房 帮助徐女士购买药品 但是往外地哪个地方有寄的 是五只 五只线 您看钥匙现在有货 但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小程序下单的话 您看它是显示器 因为疫情访问变化影响 当地暂时不提供服务 不提供是吧 对 但是这个药品现在是有的 药品是有货的 那一般像他们这种的 如果是外地患者的话 都咋弄了 那我们一般都是走快递的 但是快递如果说发不了货 也没有办法 好 谢谢啊 没事 您先联系一下 有啥需要的话 随时过来就行 行 好好好 现在的话就是看到 这个虽然是有药品 但是这个快递是发不出去的 由于无法邮寄 记者随后又联系到了 河南省道路客运 联网售票平台 郁州行的工作人员 看能否通过客运 将药品送到 徐女士母亲的手中 我刚刚也查了一下 整个中心站跟北站 现在还封控状态 大巴的那个线路 还暂时都没恢复 就是现在车是不通的是吧 对 车现在不通 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边 就是有一个患者 他是急需用这个药品嘛 所以我们本来的时候 是想说联系一下 咱这边看有没有车 有车的话 能帮忙运送一下 没事 那个他通车之后 我到耳机是第一时间跟您说 一旦第一时间恢复 他就可以直接联系我这儿 虽然说这个快递不能发货 也没有通往这个五制的客运车 但是我们经过多方联系呢 找到了一个发往五制的顺风车 现在我们就联系一下这个顺风车师傅 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我接住东西或者接住人 一天上 在郑州的柳林的上高处 然后自备五制 到高处口 我原路桥头 回来 郑州这里 行 那这样你是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呀 我们现在在这个二七这儿 我现在都可以过去 跟顺风车师傅对接之后 记者又折回药房 取到了药品 现在已经转账给你了是吧 是的 这些是所有他要的药品 然后都给他拍个照了 喝醉过了 他是个老虎可能 因为他一直练习机体 在广州接单车 因为安静院悠闲 跟他送不到 没事没事 我们这边联系的车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看有啥带 然后他练习了 嗯 行行行 那么我们现在就取到了药品 我们一起等师傅过来 然后把药品放上车 放这儿是吧 坐这儿就行了 行 这是那个五制的那个药 因为是药他比较着急 对对对 比较着急 还麻烦你了师傅啊 没事 到高速口里 你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接 好吧 行行行 好 叔叔 来收到药了 老虎请说 非常感谢在电视台 要不死那里 我一起和Jason 弄着点药和这杯起 没事没事 你拿到药就行 然后记得按时吃药 注意身体 重重重 感谢金子弹 没事没事 有事您说话 服务松导家 今天的松药行动成功 大家生活当中 如果有什么 其他需要帮助的 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037165605388 接下来要说的 也是跟药有关 驻马店的一位母亲 求助我们说 她四岁的宝宝 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 目前急需记者帮忙去买药 你好 你好 现在咱们家 现在是在哪啊 河南省 驻马店 正阳县 现在是小孩移植 造血干细胞移植 一年多了 每天都要吃 一天两次 环包收药 家里的那个 就还剩两天了 需要你们帮助 帮我们买一下 那之前咱们这个药是在哪买的 就在中大医服医院 中大医院第一复服医院 对这个剂量跟厂家有什么要求没有 厂家是吃什么 肝抗什么这个 咱们现在是要几行 要一瓶就行了 50毫升的 就是等一下 开完帮我 开那个发票 他们会打那个发票 有两张发 一个门诊清单 还有一个发票 帮我一起拿了 然后我可以回来报销 行 好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 好吗 一会儿买到了 我们就及时跟您联系 在接到贝贝妈妈的求助之后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 郑州大学第一复属医院 现在我们就进医院里面 去看看有没有贝贝需要的 环包素口服溶液 随后记者在郑州大学第一复属医院门诊部 购买到了贝贝所需的环包素口服溶液等药品 为了能把药 送到家住驻马店郑阳县的贝贝妈妈手中 记者随即联系了物流人员 将药品转交给了物流司机 对 我们现在已经到您说的这个老师这儿了 然后是不是把这个药 就是直接交给他就可以了 那司机是吧 对 是他的那种 那感谢你们 没事 我就把药 把药已经然后转交给咱这个老师了 咱们是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晚上出发 明天早上到 明天早上就可以接收到这个药了 好 好 好 行 那明天早上接收到药之后 然后您也跟我们说一声 我们也非常关心这个药 什么时候能就是送到您手里 然后贝贝什么时候能用上药 希望贝贝吃完这个药之后 也能见您刚刚的 来 感谢栏目组的陈老师帮我们买的这个口服液环保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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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节目 来自郑州的牛阿姨 当着镜头不知所措的掉下了眼泪 她最大的诉求不是买药 而是就医 来自郑州的牛阿姨呢 今天给我们打来了求助电话 她是一位乳腺癌的晚期患者 而且现在癌细胞正在转移 每个月都需要做化疗 但是现在距离她上次化疗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 现在非常需要外出就医 我现在就是没办法了才这样 因为我的病现在没有控制好 我是一年乳腺癌 17年我不完了 转移到锅头上了 只有打化疗和这个药来控制 这个药现在一定都没了 我现在停药状态 我再不患疗 我也看不出来药 我现在现在浑身都是疼的 我都一直 该打针的都不打针 我都都是疼了 当时医院是不接受嘛 那时候医院疯了 证明了 现在好不容易通知 我可以住院的 没有这个出门证明 我就出不去 我就不能得到治疗 但是没办法 再求求你们 你知道吧 明白明白 没事阿姨 我先给咱的这个社区 还有医院都打个电话 看看是啥情况 行吗 您二位也别着急 我们肯定会尽我们努力 然后看怎样才能帮到二位 行吗 从牛阿姨口中 我们了解到 她所居住的小区 属于中风县小区 她非常担心 社区会出于安全考虑 不给她开具这个就医证明 那郑州市中原区 郑公社区 对此的要求是什么呢 牛阿姨所就诊的 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于来自中风县小区的居民 又是如何要求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电话连线一下 然后今天呢 咱们社区有一位阿姨 六十多岁了 需要去这个省医做这个化疗 然后她打电话 求助到我们 说想要开一个证明 不知道这个证明能不能 外出就医的话 你医院只要人家接受你 你来社区开证明 她还要告诉医院 这个医院有阳性啊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癌症患者去医院化疗的话 需要什么要求吗 关注河南省人民医院 进行提前预约 约上号了之后 清程码和健康码 双绿码 要有延续四天的 核酸阴性检测报告 符合住院标准的话 它会给你开住院证 到时候就按着这个流程 住院就可以了 那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中风险小区的 这个该怎么办呢 中风险区要先去 发尔门诊进行排查 我先把发尔门诊都好 那刚才呢 我也把社区和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于就诊患者的注意事项 告诉了牛阿姨 社区的工作人员呢 也和牛阿姨取得联系 那牛阿姨到底能否顺利就诊呢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电话 连线一下她 那个现在基本上情况 这个问题都给解决了 今天不开证明 我到周一再开 走那个发热门诊 走发热门诊 再进医院 还有一个隔离区 你不知道有一个过渡病房 是吧 所以说这一半好了 我心里觉得 痒 我心里觉得可舒服 觉得真是感谢你们 经过沟通协调呢 牛阿姨决定 在下周一的时候 带着社区所开具的 这个就医证明 前去医院进行化疗 那社区的工作人员呢 也帮牛阿姨购买了 她所需要的药品 那牛阿姨的事情呢 也顺利解决 有事您说话 服务送到家 这里是百姓三五记者 直梦珍 如果您也遇到困难 需要帮忙 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037165605388 那这段时间啊 除了记者在帮助 有需要的人购买药品 生活物资等 咱们的民警同志 也是没有停歇 一直在竭尽全力 为大家分忧 那个货 现在给到那个快递 快递的计装 想力都招不住 2022年11月1日晚 郑州市民刘女士报警称 母亲患病在家 急需吃药缓解 但是她网购的一种救命药 却因为疫情的原因 滞留在郑州市京开区 以物流公司内无法派送 居家妈下不了漏 我父母呢 吃这个八强药 用优导一半的时候 这个价就压到了 咱那个粉天中心了 又没有排价 然后就是贾了一多人 都特别着急 因为就是马上就是断药 面临的断药这种情况 后来实在没办法 就是我就联系了 咱这个签证派出所 接警之后 郑州市公安局 京开分局 前程派出所值班民警 姬天恩 李高怀 第一时间联系了 该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 中午的时候咱们都没摆得及吃饭 然后就去给我抛热事 去这个粉天中心 然后去跟这个赵景迪 去对接赵景迪 后来一直到晚上就天 最后才纳到了这个价 这个价找的也特别辛苦 拿到药品之后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随后民警电话联系了刘女士 核对快递信息 你好 你好 昨天查的这个货 我只好在你确认一下 是这个货不是 确认找到的快递 就是刘女士家人急需的药品之后 郑州市公安局 京开分局 前程派出所民警 姬天恩 李高怀 在落实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的情况之下 开着警车行驶了50多公里 跨区将救命药 送到了刘女士 所在的小区的社区工作人员手中 十几分钟之后 刘女士家人急需的药品 由社区工作人员 转交到了刘女士手中 快速解决难题 也为市民的安稳健康 保驾护抗 可以说是民警同志的帮助 是无处不在了 能化身闪送霞 紧急送药 辛苦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百姓315 我们继续来看节目 关注栏目特别推出的 我们的二十大学习进行时系列报道 看看不同行业领域的大家 是如何学习 践行二十大报告精神的 今天我们要走进平岭山市 鲁山县城市管理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